一句话你不说出来 便是那句话的主人 你说了出来 便是那句话的奴隶 要是能做婊子我也认了 现在只怕连婊子都当不了了 国产顶级全魔剧 大明王朝1566 写的是百年史 拍的是这种真相 最值得推敲的 便是史册里的人心 本期点赞过万 下期几日赶出 三品巡抚跑富商家哭穷 四品支府遭仙人跳算计 七品支线 堵枪口卖无品千户 省级一二把手气得跳脚 三秒也不要中了 干脆把他们免了吧 满朝乱遭未私奔忙 搞钱国策弯肉补创 地方轩然大波 浙江势力交错 各谋生路 两榜即是高汉文 嫌疑改兼阵两难自解 遭江南第一负伤 沈一时算计 另一头 纯安见得两位知县 海瑞和王永吉 大摇大摆的进衙门吃官司 上级我们得知 沈一时背后合作势力 码头重兵家伙处伤百姓的 都是唯利战队的不牢靠阎党 巡抚郑璧昌 不正监暗查使河茂财 此两人 也是大明王朝出了名的 眉头脑和不高兴 为期一年的国策改道为丧 宛如利剑高悬 高汉文拥有已改兼阵的最终解释权 却拿着一套救国救民的济世心肠 往阎党对立面站的那叫一个坚定 对灾线百姓烧杂污蔑诋毁 所图不过是打压梁架 又贪上这俩热衷为民请命的小支线 按规制 现任官只有一省巡抚方可处置 网用其瞧着边上茶壶空空如也 连扇饼都透着调侃 得 又没得茶喝了 冷声一笑 海王二人俱是轻松快身 能跟润连兄在一起 便是我的福 此般最大惩处 不过是眼前茶壶空旷罢了 朝政局势复杂如斯 此时的巡抚衙门确实是方寸大乱 老张 喊什么 时机挡不得 六月春众稍纵即逝 除了气急败坏的免人 何茂才简直吐不出二话 郑碧昌扒了手里的两张纸 神色愈发凝重 消沉得连头都抬不起来 免吧 矮瑞 盲用吉 一起免 要能够连高汉文也免了 何茂才再迟顿也绝出不对劲了 巡抚大人接收消息 到底是全面及时 何茂才拿着内阁千里信件 当场便愣住了 淳安见得两支线 竟是欲望举剑 换言之 海瑞王用吉 君属青柳一派 正密商并未接话 端起茶碗淡淡道 杨公公的那封信 你也看看吧 未言实事 既是滞留京中的推托之意 何茂才这才有些忐忑了 浙江局势多变 改道为桑 如何省得了制造局 杨公公这宫中 势力却呛不声地躲了 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国策推行之省 浙江只位空缺 小狗老严世帆 举荐新任之府高汉文 准太子豫王举荐 两位新任之县 严党 清流 水火不容 背道而驰 却偏生所派之人 是如出一折的 与官府作对 拼了命地阻拦 改道为桑国策施行 给这俩新上任的 巡抚不正史 上催命符 这说明朝廷已经落了 他突然情趣激动 生出了几分苦口婆心 他们在上面拿着刀斗 却都看向浙江 脱离端坐 更是颓然 你现在要是有办法 把我这个巡抚免了 我让给你坐 这只总督胡宗县 前车支箭 若非反对改道为桑国策 又何止于卸掉浙江巡抚 这个有实权的兼职 一个支府 两个支县 不管他是谁举荐的 还强得过胡宗县去 到现在你还认为 胡宗县吃了亏 郑比昌悠悠一叹 败福不已 胡宗县高明啊 原来我们都认为 他是官作大了 满罕了不时时务 现在看来 你和我连胡宗县的背影 都摸不着啊 短期改道为桑强师 若成了 则民众必反 不成 则朝廷也不会轻饶了这俩负责人 一省巡抚种植 成了一份烫手山芋 改道为桑在浙江 也然成了一盘死骑 思虑再三 总算想明白了朝局 言辞也愈发直白 国库亏空 专业搞钱大户阎党 某足了劲改道为桑 若钱来库满则 仕逐顺随 如若不然 皇上自有一脚相踹之力 清流与严党相争多年 自然是不遗余力的 让这把道改成一场空 才能导言霸朝纲 到那时 因有二人容身之地 和帽才连茶点都吃不下去 纳了个大门 格老小格老就该往死里搞 搞成了他 怎么还会派个人 来撑我们的肘呢 昨日高汉文一正言辞 拿最终解释权 狠狠服了诸位浙江大员的面子 郑大人但凡想起 那可真是更不高兴地咬牙切齿了 什么人不好派呀 派这么一个人来 京中局势复杂多变 郑碧昌迟钝地意识到 豫王等轻流的影响 经作应致辞 再加上胡宗宪阴差阳错的角合 小格老严实番或许早已滋乱阵脚 又要我们干弯肉补疮的事 还得派个郎中在边上看着 又要补亏空 面子上还得光烫 又当又立这种事 也顾不上斯文了 买了田改了丧 老百姓还不闹事 然后赚了钱 一分一厘都交上去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啊 那就让他们树牌放 我们当婊子好了 大不了不在里面分钱就是 要是能做婊子我也认了 现在只怕连婊子都当不了了 朝中 地方 公里 哪个不是见钱眼开 拒钱为己之辈 上级我们知道 高汉文与郑碧昌等人最大的出入 便是已改兼证冠冕堂皇 政策下的粮价 真如严党所计划的 灾线十弹八弹一亩 丝绸富商买得几 上下官员有的摊 出口海外有的转 唯有百姓没了地缺了粮 来年灾荒反朝廷 浙江大乱 而高汉文 海瑞 王永吉 力图为民救苦救难 要求官方将粮价定为三十弹五十弹 维持基本民生 燃数百万两白银 谁时只怕富甲天下 也不愿掏这个钱 到时候别说每年增加三十万匹丝绸 今年和西洋五十万匹的海外贸易 也得泡了汤 六月将至 再折腾下去 改道维桑彻底搅黄 只怕到时追究石墨 毁地烟田也得暴露 小哥老岩是一档 制造局宫中私里建一档 宅自己尚且不嫌干净 恐怕第一选择 就是黑锅下盖 直接扔他们身上 正比唱一口气叹得格外郁郁 何茂才头皮轰的发麻了 满脸站得通红 他们是在朝廷里拿着刀这么 我们也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要搅就把水全部都搅混了 到时候他们想要动我们 我们也会让他们连着骨头带着筋 逼急了 往往冒出一记狠招来 只有走一步 陷棋 什么陷棋 通窝 灭门之罪轻松脱口 便是为了对付崇安 见得两位强硬县令 其说二人准备如何胆大包天 咱们下集见分晓 剩下集去对付的 便是那位苏南世家出生的雅士 此次提出已改兼证的最终解释者 高汉文 一取广陵伞 先后江南绝佳美人 沈一时将人按在制造局 念了一路连巡抚都看不得的账策 只检这两年当中最紧要的几初念 我呢 只当念给我自己听 大人呢 直到没听见 高汉文肃目了神色 紧紧盯着沈一时 嘉靖39年5月 新司才艺上市 南京 苏州 杭州 三处大型制造坊 赶之上等丝绸十万匹 马不停蹄接送内庭真宫局 明朝宦官为皇上所用并依仗 内庭十二剑 四司 八局 统称内庭二十四衙门 其中吕方任掌印的司礼剑 为十二剑之首 全是春天 八局之一的真宫局 历来负责宫中所用衣服 这第一条偷给高汉文的账目 他也指清府茶碗 宫中所用居是上品 饶是一年所用丝绸十万 燃衣物之上 宦官所贪着实有限 七月 应天 浙江两处不正使衙门尊上誉 以两省税银 购得上等丝绸五万匹 中等丝绸十万匹 松江上等印花棉布十万 借送北京公布 已被皇上赏赐藩王官员和外藩使臣 高汉文垂木饮茶 宁静致远 同样面无反应 朝政赏风 纵偶有铺张 到底还是刊登在册的账目明细 十月 南京 苏州 杭州制造坊 同西与商人商谈二十万匹丝绸贸易 折合现银二百二十万两 悉数接送内庭私药库 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柱 无需向户部入账 高汉文已然是惊恶交加 甚至有了打断之意 私药库于内庭 账收住之前以赏钢之用 也就是皇上在宫中的小钱袋子 不同于丝绸实物 这边二百多万两白银送进宫中 还不像户部报账 便算是明目张胆地贪腐了 而这一年 国库亏损如丝 若不复出 多挡相争 百姓艰苦 改道为丧国策祭出 以一年为期 次年加经四十年 正是国策实行风雨不休的今年 二月 斯里建转上域 上年所产十二万匹丝绸悉数封存 这是皇上思辩 打算好好截留了 然三月 斯里建又转上域 上年封存之十二万匹丝绸 特戒十万匹 火速押往北京 赏玉王妃李侯家 以赫家经帝喜得皇孙 这便是当之无愧的家国不分了 那边宋多却依旧娓娓 高汉文彻底静在原地 连呼吸都屏住了 丝绵年年增产 年年亏缺 今年朝廷提出追增三十万匹的质量 改道为丧应运而生 宫中索取账目 皇帝最亲近的宦官一党 朝野皆知的严氏一党 竟无疑不是在费尽心力的压榨 贪腐 而刑举铺张 庄庄渐渐走了名账的大名皇帝 视全国财政为自己私产 于取于求 及天下之力供养一人 这位不知民生疾苦的皇帝 叫嚷着国库亏空 享受着万千财富 放任着陈下缩瓜明指 而后便用依仗着贪官 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两难无解的国策 高汉文猝不及防地 得知了这般惊天腐败内核 他惊疑不定 紧紧地盯着眼前不露声色的沈一时 暗自猜测这位官商的用意 沈一时轻声缓和 慢慢悠悠地步入了正题 昨夜巡抚衙门通告 叫我今天陪大人了解浙江丝绸的情形 当时我并没想到要跟大人说这些 三句话 便很高明地将自己摘了个干净 你看我原本没打算告诉你 但我却把秘密宣之于口 如果他接下来说的只是身份之别 做朋友之意 那也不过如此的流于泛泛 沈一时显然将高汉文这种书生义气 对雅致艺术的追求拿捏到位 接着不谈工作 不谈人品 上来就聊昨天让高汉文挪不动步子的广灵伞 说到广灵伞 这支曲子也是沈一时心中的敬仰 二人皆是奉七抗为精神领袖 向往那番心中的自在坚守 沈一时拿这两样套路高汉文 想来心中也不甚好受 毕竟他虽然是官员奴才 带着一身铜锈味的一方富甲 却也通晓文学 暗暗藏下一副文人风骨 是已被时局支配 也更明了高汉文的套路之道 谈了昨天的琴曲 轻飘飘地送出一声通晓音律的奉承 一声惜财 是多少文人奉为之音绝杀巨士 谁时还当场列举了苏氏 乌台诗案的例子 当年苏东坡座新师讽刺朝政 被监察御史告发 在御史台狱受审 据汉书《薛轩诸伯传》记载 御史台中有百数 野乌鸦数千起举其上 故称御史台为乌台 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据传苏氏下狱 宋仁宗欲杀之而后快 燃轩宗皇后确言 杀高人不祥 一念之人救了苏东坡 也为后世留下不少传世名篇 这波叙事将高汉文与苏东坡作比 还得将话说得漂漂亮亮 这是句句送起高汉文心坎 还得带上一番异调高原 直到高汉文牵动了神色主动发问 沈一时才入座案台 说完兴趣恭维引起好感了 工作上现在表明立场 拉开和郑比昌等人距离 直接给自己定位到朋友 打消高大人的顾虑 这不话音还没落 那边不就忙不迭接话等一个结果了吗 有时候直来直往 往往比故作高深更显出真诚 沈一时也不藏着掖着 两个灾线百姓抓紧时间卖田 趁六月赶插秧苗 大事成了 再跟杨公公求个情 帮忙把高汉文调走 否则改道为丧失情不下去 高汉文这个政策提出者也难辞其咎 可是这样利弊权衡 高汉文却突然情绪激扬 慷慨起身 毕竟是一枪报复在心 当即以上解国难 下书名困八个大字 表明自己已改奸证两难自解的决心 高汉文却不是以权钱所左右妥协 须折自身稚气之辈 到底受了一番劝慰 这位高才子尽管心绪不平了 还不忘维持教养 道声感谢 感谢先生担着干系告诉我这些内情 但倘若我因为知道内情 便一任数十万灾民 明年失了生计 则高卯把自己的虔诚 看得也太重了 告辞 十分不澄清 沈一时第一番试探踢到了铁板 也认识到了奇人风骨 欲引其注意 先惹怒之 这声书生之剑 成功阻了高汉文愤而离去了匆匆 他果然脸色难看地站定 等着沈一时还要怎么跟他扯 高汉文出身江南附属之地 又是书香世家 两榜近世 摘得探花 入得汉林 年纪轻轻得内阁重视 官卖大省私品之府 可谓是仕途顺遂 春风得意 大凡天云之辈 多难以接地 地方之府 对民生多奸 百姓恶嫖 仅了解于书本 空有热血爱民 进了浙江 多得是被旁人问住 受别人指教的场面 沈一时看准的也正是这一点 大人只知道百姓卖了田 明年就没了生计 为什么不想想 丝绸大户买了那么多桑田 一年要产那么多丝 靠谁去种 靠谁去知 高汉文不再言语 只望着沈一时等下文 几千年土地岁月 从没少过地主 如今土地买卖频繁的大明 更是如此 没有土地的百姓 往往是租赁大户的田地 以此类比 稻田成桑 种田采桑 养残骚丝 支撑丝绸 栽民没了稻田 无非是受雇于大户 养残种地 只要人不死 粮不断 哪里就饿死人了 沈一时口中济民私国 面上却越发冷淡 我大明朝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子民 饮没了自己的田 而一个个都饿死 高汉文只字孤字地沉思着 作用稻田者 与雇主私六分成 然而无田的农民一旦增多 田主提高租税 届时三七 二八 甚至一九分成 百姓又当如何被动抉择 然而沈一时也没有再言 若大明为官都如高汉文这般 想来时代发展也不至如此 可如今在官早已格格不入 高汉文举手失礼 除了秦礼再不言其他 抬脚欲走 已是一派拒绝之意 这一般 沈一时的第二番试探宣告失败 他只目光沉沉地提了一个人 请大人为舍侄女指点一下 广陵伞中的那个错处 方才云娘弹琴之曼妙 身姿之卓越 高汉文几乎是下意识地同意了请求 拜师吧 云娘倾台一百三跪 高汉文慌乱阻止 沈一时一时静默了下来 两九方开口 你要用心体会 经高大人指点以后 我的这点情意 便救不了你了 知道了 云娘声音暗哑 沈一时画外一片情断一绝之意 凭高汉文这般才气样貌 足以使得让任何一个才女一见清新 如今竟要让自己毁了 沈一时这份愿读 他看得明白 却更是惭愧难当 沈一时轻缓迈出门去 却突然眼含热泪 他将头倾靠门框 只听耳畔秦音鸟鸟 这道让人如痴如醉的天籁 竟如刀尖般丝丝钻入心肩 痛彻心扉 他咬牙哽咽 不敢将痛苦一出分毫 逆尖广陵伞丝丝入寇 琴斜上的两只手叠动飞舞 丑山如音律 云绕玉山而至 吉康当时宁斯也不与 为国权贵苟同的心境 竟在恍惚间 若隐若现地 藏匿于悲壮神网的绝印之后 二人放入大梦出行 高山流水 大人 快半个时辰了 你走吧 云娘痴痴地泪流了满面 人火百年 终是一死 那时候 你愿不愿意魂归芒山 高汗文争浪片刻 肃然而起 郑重庄目 无从极康 云娘正色 露出一丝毫不掩饰的坚韧来 那我也从极康 外间始终失神的沈一石 突然铁青了脸色 抓吧 转瞬间 他又神色复杂了 叫他写下评据就是 是 不要伤了他 高汗文更是恶然 他隐约明白 自己落入精心不舍的局中 他还是难以相信的频频质问 扬州兽马 江南商人富甲一方 生活奢靡 可媲美皇室 也由此养了一大批 棒棋生存的行业 直至明清 养兽马 成了一项暴力的投资 有一大批人专门从事此项职业 先出资 将贫苦家庭中要貌交好的女孩买回调席 交席歌舞 琴琴书画 掌筹后卖与妇人作妾 获入秦楼储馆 从中谋取暴力 出买童女不过十几贯钱 待其出嫁 可赚达千五百两 百姓竞相效仿 蔚然成风 云娘被沈一石二十万两白银买回 送与制造局兼证杨金水 打通宫中关系 引钱制造局四个小太监 便是沈一石钱财收买 以给杨公公交代为由 逼高汉文写下私通云娘的评据 在交友郑碧昌等人用意拿捏 威胁其在省级议案上签字 以美人计仙人跳 高汉文脸色苍白 气得声音发颤 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主子 我高卯人不会写任何东西 以后不要再谈广陵塞 极空在天之灵 我会雷击了你们 在遇上围堵的太监四人 高汉文是宁死不受威胁了 现在拿出兜了 在这里把我杀了 为宦官者 胡搅蛮缠是惯会的东西 您的命贵 您的命贵 我们几个人要是走可以 就先把我们杀了吧 对 把我们杀了吧 扯开衣裳 几身白花花的肥肉 晾在高汉文面前 高汉文气得满脸煞白 身后少有云娘泪眼连连 他只在进退尾谷的威胁中 僵在了原地 此时的海瑞与王永吉 在高汉文府中酒后 担忧着明日省议再开的变数 高汉文与名声情感双重考验 又会如何抉择 海瑞又为何与通窝挂上关系 郑碧昌和茂财省级领导 又要如何左摇 下期火速进行中 红旗之下向阳而生 我是娇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